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北璇 三十岁左右 被游历宇宙的苍青仙人 带离地球 从此踏上修仙之路 因为天赋惊人 五百年就修成渡劫期 号称修仙界千万年以来 最有希望渡劫成功的绝世奇才 可惜 我修行太快 根机不稳 在星魔界中 不堪一击 最终 雨落在天前面 这五百年 为了修炼 抛弃一切 留下无数悔恨和遗憾 还好我的神魂重生 回到了地球的年少时代 遗憾的是 现如今的我 法力神通 元神道心 甚至法宝 道气神兵 全都消失 不过如此也好 上一世我修行太快 导致根机不稳 这一世 我要一步一个脚印 把每个境界 都修到最圆满 驻成无上道基 那些让我爆汗终生的事 我绝不会 再让他们发生 是 是老妈 喂 小凡 你到楚州了吗 你唐仪应该在车站等你了 你到那边 要好好学习 知道了吗 自从上一世母亲去世后 我就再也没有听过她的声音了 还有我在地球的名字 陈凡 放心吧 妈 你自己 也要多注意身体 要乖哦 我还有事 先挂电话了 到这了 地球的新鲜空气 我真的回来了 这感觉 真是怀念啊 哇 模特嘛 长得真漂亮 太好看了吧 哎 妈 那个城凡什么时候到啊 我都要晒黑了 你这孩子 才几分钟就等不及了 哎 我不管了 我去车里等好了 真是无语 我妈竟然想撮合 我跟陈凡那个土包子 哎 唐姨 您久等了 哎呀 这陈凡人如其名 比起李依晨他们 差远了 小凡啊 然然明年也要赌大学了 以后 你要好好照顾她哦 放心吧 唐姨 以后然然就是我的妹妹 我会照顾好她的 江初人 前世的我喜欢过她 不过被她伤害过 是一位非常高傲的女孩 然然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找我 啊 好呀 到时候 别忘了自己说的话哦 你离我远远的 就谢天谢地了 小凡啊 我们先去看看 唐姨帮你找的住房 然后再回我们家吃饭 这湖畔小区风景很美 离学校也近 以后你就安心住在这 专心学习就好了 谢谢唐姨 让您费心了 哎 你妈把你托付给我 以后 你就算我半个儿子了 不用这么客气 我知道您是真心对我好 我不会忘了您的恩情的 走吧 去我家吃饭吧 哇 唐姨 好宅啊 我们这算普通的了 真正气派的 是云雾山上那些豪宅 听说早上起来 开门就是云雾围绕 像仙境一样 不过 我觉得现在的房子 很好了 云雾山什么的 只是随便想想 唐姨 以后我要是赚了钱 一定送你几套云雾山的豪宅 真的吗 那唐姨可等你哦 到时候再把你妈叫来 我俩一起养老 还挺会说漂亮话的嘛 什么事啊 把你乐成这样 姜叔叔 小凡 你先坐 我去看看菜做好了没 这陈凡成绩一般 家庭背景也差 根本配不上然然 唐姨心地善良 可惜嫁给了江海山 这种势力之人 要不是唐姨 我还真不想过来 小凡呐 待会让然然 陪你去街上逛逛 买点生活用品 好 那啥 我待会还有事 你自己逛没问题吧 待会别厚着脸皮缠着我 太好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拜拜 你 就是这里了 灵气比较浓郁 我要抓紧时间 开始注击 修仙者分为八个境界 练气 先天 金丹 元鹰 化身 反须 河道 渡劫 虽然练气只是最初的境界 但是练气也分三个阶段 分别是 注击境 通悬境 神海境 我这五百年 收集的秘法 浩如烟海 单注击器的修炼法门 就有一万多种 我前世之所以很过 除了新魔之外 根基不稳 也是一大原因 我到底用什么法门做击呢 对 就用虚空炼体诀吧 这一脉的功法 讲究海纳百川 包容并训 我在地球这种灵力 快要枯竭的地方休闲 肯定得依靠药材宝物 辅佐修炼 这一人正适合 那么 修炼开始 这虚空裂体诀 果然是当时第一注击法门 我第一次修炼 竟然直接入了注击出气了 不知不觉 修炼了一夜 我感觉 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看来修炼成果挺不错的 单靠肉体的力量 就能达到这个程度 好饿啊 现在的我 还是肉体凡胎 需要吃饭补充能量 站住 有什么事吗 找我有事 算了 估计是跑步路过的年轻人 他体内是 真缘的痕迹 不对 他这真缘 明练太散 比修仙者的真缘 要说太多了 是内力 你看什么呢 你摇头干嘛 抱歉 我摇头是因为其他事情 小兄弟请留步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你明明 是看了我孙女才摇头 可否 说一说原因 都说了无关 给我放尊重点 看小兄弟走路姿势 想来 也是武灵同道 在下卫父 敢问小兄弟 师辰何处 我不是什么习武之人 硬要说的话 勉强 算是位修道者吧 修道者 道门的吗 所以你刚才骗我 我只是个修道之人 会点练习功夫罢了 竟然如此 小友 不如和我孙女 互相切磋指点一番 来吧 让你领教领教 看来不落一手 是不行的了 我不愿意欺负弱女子 你说谁是龙女子 小心 肥花扎叶皆可伤人 是为某一帽取人了 没想到先生年纪轻轻 竟然是位武道宗师 居然快到连掏枪的时间都没有 太可怕了 用一片树叶就切断了我的头发 还钉入了树干 这怎么可能 一点练习的小功夫罢了 不值一提 对于先生来说 是雕虫小技 但对我等来说 却是神乎其神的宗师手段呢 爷爷都改考教这人先生了 你说的宗师 也能做到我这手 对 华镜宗师位于武道顶点 已经完全超脱凡人的范畴 能够做到内境外放 于数十步外取人性命 先生身为宗师人物 竟不值这些武道常识吗 原来是内境 我真的只是修道之人 你说的什么内境宗师之类 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修道之人 难道他真不是华镜宗师 也罢 先笼络住这位小先生 就凭这一手功夫 也能和宗师平起平坐了 更何况 我这孙女儿还未婚配 先生是不是宗师都无所谓 听小先生的口音 也是我们楚州人 我是四水县人 来楚州读大学的 我叫陈凡 你们也可以叫我陈北璇 陈北璇 没听过 那陈先生的师父呢 没有一起来楚州吗 我师父他 不在这颗星辰上 他现在 在哪个星河中游历呢 人最敌不过生老病死 我那些老战友 我虽休息内静 但终究没到宗师境界 估计 也快要去见他们了 爷爷 你又渴了 没事没事 老毛病了 你这是强用内静 伤了肺部吧 哦 陈先生 还懂医术 爷爷以前打仗的时候 强行催动内静 受了伤 几十年了都治不好 陈先生 既然能看出爷爷的伤势 那是不是 也能有办法医治 爷爷每次发作都十分痛苦 但是现代医术 根本不起作用 这 不瞒陈先生 我们卫家在江北 还算有些地位 只要能治好 我爷爷的伤病 什么条件都可以 至这个 对我来说不是难事 既然能遇见你们 也算有缘 太好了 真的 我先准备一下 过两天 我再上门给你们医治 太好了爷爷 果然 冰山美人笑起来 是最漂亮的 那个叫卫富的老人家 虽然说话和气 但是掩盖不了他身上那股 金戈铁马的气势 而且卫富这个名字 总觉得有点熟悉 陈先生 您要去的地方到了 嗯 你先回去吧 晚上来湖畔小区接我就好 那咱们互相留一下电话吧 您有事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行 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志兵看人我可不会 但是我会练丹 锯阵 起 小平原丹 成 搞定 既然有缘 再送他一份好礼 唐姨 喂 唐姨 喂 小凡啊 唐姨有件事情 想要拜托你一下 您说 然然有个小姐妹 过生日开派对 我实在不放心 你能陪着然然一起去吗 好的唐姨 太好了 那我把他们碰面的时间地址发给你哈 哎 我接个电话哦 喂 妈 什么 陈凡要来 陈凡要来 我才不要 喂 喂 妈 哎 怎么了 然然 我妈非得让陈凡过来 烦死了 就是阿姨那个闺蜜的儿子吗 他阿姨非要撮合你俩的那个 是啊 但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哦 那他帅吗 家庭背景怎么样 啊 你个小财迷 就知道看长相和家事 啊 那怎么了 没钱没权 长得也不帅 还想泡老娘 然然 萌萌的想法固然不对 但如果两人条件相差太大 就算两情相悦 在一起也难尝久 会有很多代沟的 哎呀 我真没喜欢他 你们别瞎操心了 我烦都烦死了 然然 哦 你来了 你就是惩罚 谁给你的勇气 敢追我们江大笑话 你知道然然在学校有多少追求者吗 萌萌 放心 我只是听唐姨的话 给她吃个饭 没有追求她的意思 哼 最好是这样 徐荣飞 能再见到她真好 上一世她结局七彩 这一世 我希望能挽救她 你看我干什么 你认识我 不认识 但我精通易卦 我算出来 你是个艺术生 未来 会考上燕京影视学院的研究生 你怎么知道我想考燕京影视学院 你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呀 你的事谁不知道 小子 追女孩子 可不是靠耍嘴皮子的哦 哼 没想到这个陈凡 看着老师 却是个有嘴滑舌的人 信则有 不信则无咯 想考燕京电影学院 是我昨晚才和我妈说的 不可能有人知道 当着他们俩的面 我也不好多问 真是个奇怪的人 萌萌 杨超到了 我们走吧 亲爱的 哎 杨超 前世这人 喜欢在美女面前表现自己 没事就给我难堪 哟 这怎么还有个生面孔呢 这谁呀萌萌 她呀 就是 哦 哼 哥们 敢追求我们江大小花 看来来头不小啊 我叫杨超 天圣大酒店就是我家开的 有空可以来玩啊 陈凡 哟 哥们儿挺有个性啊 哼 行 都在一个学校 以后慢慢玩 杨超这人手段很脏 啊 不好忍 这个陈凡 哼 摊上麻烦还傻笑 走了 去唱K 唱完吃饭再去酒吧 谁都不许提前走啊 耶 耶 我听说 新城去哪儿新开了一家KTV 帝王听超级赞 哼 听你的 看他们这样 是想玩到天亮啊 难怪唐一不放心 可是我要去鬼魏夫疗伤 哪有那么多时间 哎呀呀 竟然把陈凡给忘了 车都坐满了呀 要不啊 你就自己打车去吧 哼 明明还有空位 这么明显的找茬 真以为我是软柿子 陈凡 你坐我旁边吧 我们挤挤就好 哎 徐大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 我的大小姐 又开始乱发善心了 还是我去坐后面吧 这女孩 心地还是和前世 一样善良啊 行 那咱们出发吧 欢迎光临 把你们这最大最好的厅给我 不好意思客人 今晚的帝王厅 被老板弄来招待贵客了 要不给您皇后厅吧 也绝对够档次的 行带路 什么贵客 我们这群人还不够金贵 扫了我们超哥的相 你们担待得起嘛 帝王厅 必须帝王厅 可恶 这帮人敬给我找事 达林 给个面子吧 我们杨家也是开酒店的 以后大家多多关照 这真的不行 皇后厅也是很好的 哪那么多废话 她和你们老板叫出来 怎么还打人了 算了 要不换个地方吧 哎呀没事 大不了找超超她爸来摆平就好了 这 然然 阿姨还在家里等着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你什么意思啊 然然是来参加我的生日party的 要走你自己走 没错 你可以随便滚 但江小花要不要走得问她自己 我 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当然是陪你们继续玩了 你自己回去吧 帮我和我妈说一声 这才是我的好姐妹呢 然然都发话了 你小子还不快滚 你这样也让陈凡太尴尬了 要不然 我就要得罪萌萌和杨超了 真是狗咬吕洞兵 这并不是好人心呢 来人了 我倒要看看 他们怎么收场 谁打大堂了 就是我 怎么着 是你就好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老大要见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 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知道我是谁吗 这位兄弟 有话好好说吗 敢在我们老板的地盘上闹事 还有什么好说的 超哥 怎么办呢 要不要给家里打电话 先别慌 看看情况再说 这怎么办啊 杨超他把人脉很广大 有什么好怕的 真是年轻不嫌失当 老板 人带到了 这位大哥 我们今天想见您的帝王厅用用 哦 你是谁 我叫杨超 我爸是天圣大酒店的杨一凡 还请老板给个面子 给你面子 哪怕是你爸见了我 也得先敬杯酒 叫声好歌 您是日 周天好 什么 好歌 好歌 那个在楚州背景强大 手眼通天的好歌 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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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